为了让民众多多使用环保购物袋 减少塑胶袋的过度滥用 县府环保局最近积极在全县人潮购物命迹店 设置购物袋循环在使用站 民众也多给予肯定及配合 因为这路缩袋对这个环境很不好就对了 像这个大量买买东西 要收费就对了 购物袋循环在使用站 分别是南投大盘大超市南钢店复青店 新三合黄昏市场 及普里镇第三市场 普里城观光夜市 草屯镇草鞋敦人文观光夜市等六个地方 我们买东西的时候 有时候忘记带了购物袋 这个时候如果有一个免费提供的购物袋 我觉得是非常棒的一件事 另外如果我们家里有太多的购物袋 很难整理的时候 也可以放置到箱子里面来 与别人来分享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简单 而且有意义 而且还蛮有创意的一个共享的活动 塑胶带不宜自然分解 国人使用率高 造成对环境严重的危害 环保局去年在南投市及普里镇加勒福等地 试办购物袋循环在使用站 成效良好 今年继续扩大办理 自从我们台湾执行的购物袋 需要用购买的方式 我想对于购物袋的使用大幅的减少 但接下来我们南投县政府 更进一步来也协助大家 在人潮聚集比较多的商场卖场夜市 提供二手的环保购物袋 所以民众也可以透过家中这些 不再使用的环保购物袋 来到这个地点来提供 接下来来到这里购物的民众 可以使用二手的环保购物袋 可以让购物袋的数量再次减少 最近新增设的六处 购物袋循环在使用站 也欢迎民众捐出二手环保购物袋 让大家一起响应减缩 就从源头减缩做起 让我们的环境更美好 记者王水仙南投采访报道